教宗方濟國在印尼 雅加達聖母升天主教座堂 活力充沛地與主教、思讀和收會人士交談 教宗的直慶言辭 甚至讓在場人士有些措手不及 在場的其中一位傳導員向教宗提問 教宗讓這位傳導員來到自己身邊 並讚揚他工作的重要性 教宗繼續職慶的言辭 讓他的翻譯為之驚訝 教宗在講話中強調 人們需要團結一致 生活需要同情深 教宗方濟國在這次與印尼天主教團體核心人士的會晤中 沒有表現出因旅程而感到疲勞的跡象 教宗方濟國這次與印尼天主教團體核心人士的會晤中 沒有表現出因旅程而感到疲勞的跡象